大家好,我是老卡 我接着上期再讲一下加拿大的福利 这期呢,主要是讲医疗 这个呢,我也是 其实比养老这个吧 我了解的更浮浅 只是生活中接触了一些 包括我个人接触了一些 这十多年了嘛 我给大家呢,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吧 是这样啊 就是跟上期说的一样 只要是你合法的加拿大的人 就是你不管是工签 移民,还是加拿大人 就是拿绿卡的什么的 所有的人呢,其实都是免费医疗的 他到各省呢,还是有点区别的 看病不要钱 治病其实你要住院不要钱 你要不住院 你要开药,是要钱的 而且呢,买药得依据医生那个处方 你到药房 你没有那个处方 你是很难开掉药的 那我就加拿大的这个医疗体系吧 说一下 其实稍微有点感触啊 因为我89年毕业分到国企嘛 当时那国企工厂大嘛都有医院 这我感觉啊,就是全民医疗免费医疗嘛 没事开个药去啊 比方说修个牙什么的 一分钱不要,确实挺好 因为我老说了,我的牙本来就不好嘛 正好我还认得那个修牙的那个大夫 他就给我看,看完这一分钱不要 平常呢就是磕碰碰了 就是直接就到医院去包一下 或者是开个复兴松什么的 到那到大夫那就是开 有些人可能还泡病号啥的 大夫给我开几天假 这事我倒不干 因为我活病乱跳的 多少感觉有点相像 但是呢 他的结构 就跟那时候相近呢 也不能说完全相近 但是他这确实跟中国的医疗体系状况不一样 他是这样 他实际是每个人呢 你找你的家庭医生 家庭医生是一个小诊所 他们学历还真都挺高 都是博士什么的 加拿大我估计叫个大夫啥的都得博士 反正是独当一面的都得是博士 这个小医院呢 只是一个基础的一个监护吧 就是你看什么病都得先找这个大夫 完之后这大夫呢 再根据你的情况足迹上报 再给你找专科的 比方说你心啊肺啊什么内脏呢 或者是哪有毛病啊 神经啊什么的 他是会给你再联系 你去那个大医院是没有用的 人家根本就不会理你的 是通过这个家庭医生 这么层层进阶的去这么看 因为这全是免费嘛 所以说这个确实是很慢很慢的 在加拿大你有个慢性病 你都把这个很难看 而且呢这个包免不医 说什么都有 说有些呢你回国看 应该是效率更高 有些呢说回国呢过渡医疗 或者是有些药呢 你要自己花也要你命 在加拿大呢 只要是你进医院了 这个所有的药都是免费嘛 这是最基本的情况 那你要有疾病呢 实际呢大医院也是有个急诊的 就像中国的就是晚上了有个急诊时啊 什么的有一个就是外科应急的那个 但是呢他可没有什么先来后到 他是有个老护士跟他看着 给你做一个基础判断 一看你上不来气了 那马上就推到那个就是主治医生上的看 或者是怎么下一步治疗 一看你气传挺匀 那你等着去吧 其实我有这个亲身经历 因为我踢球嘛 眼睛被闷一下 当时就失明了 能看到光 但是就是人影看得模模糊糊了 就实际应该是视网膜轻度脱落吧 朋友呢就是球友给我拉到急诊室 我等了三四个小时 还没人理我 而且我已经就是慢慢已经恢复视力了 当然没有那个就是正常的好 但是已经能看清懂 我就自己开车回家 我就等不起了 据说啊就是朋友他们说啊 等大半天的一天他都有 就是一般人等不起 那你所谓的急诊 等到那时候正常的 你能走道早走了 走不了道才跟那躺着呢 这就是他的情况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不经常运动嘛 就是运动损伤啥的 我还是多少了解一点 包括我们朋友有什么腰间板脱出的什么的 而且包括运动伤害啊 锁骨蛇了跑的 玩到时候脚筋蛇了什么的 这个都曾经发生过 还是挺快的 就是就是这种运动伤害 是非常快的 比如说这个那个脚筋蛇了什么的 这个马上就给你安排住院 给你接 因为这个不接也不行 实际 那腰间脱出这是一个慢性病了嘛 但是就是你得等 等半年都是塌完之后 给你做手术什么的 做完手术效果也是还是不错的 就是我感觉加拿大 其实医学还是比较发达的国家之一吧 我印象比较突出的 但运动创伤这方面还是挺有系统的 包括运动受伤之后的康复啊什么的 都是很有体系的 医生都比较专业 这就是我对加拿大医疗体系的一个大体的印象 其实我了解的大致就是这样 给人具体的印象就是运动康复什么的 医疗条件还算不错吧 而且呢就是你有重大伤害什么的 全免费的 但是呢还有一个就是巨慢无比 就像好比说咱那像吸踢什么的哈 我是这个肩膀难受吗 就已经有半年了吧 可能马上到了到八月初 好像是给我预约了做吸踢 原来是右边 现在都变成左边了 我也不知道到底该怎么治了 我估计也差不多好了 那个我现在呢没事也挺挺腰板 完之后呢那个气囊做做那个牵引 其实我也有买了一个套的牵引 但是搁家里嘛还是有点费劲 就是拿那个气撑的那个撑一撑 主要是自己平常都注意点身姿 也给大家提醒啊 就是平常真的是不能东到西歪了 老就是缩在那啊 或者是沙发上靠着 对基柱可能是有一定影响吧 这个基柱弯的可能有点厉害吧 是用增生啊还是什么的压迫神经 这也没办法 岁数到了嘛 稍微再好转 但是这个看的是巨慢无比 如果真的是有点什么病什么的 我觉得就是更难一点的 你真的无法想象在加拿大能看得很好 那年我跟网上看一个谁发的 就是也是得了癌啊什么玩意的 就是但是有争论 就是说你回国赶紧做手术 这些能很快 做的应该能很好 但是有些说呢 看你什么程度 你要是晚期什么的呢 也不一定 而且挺痛苦的 一个是担心过度医疗 再一个呢 就是有些药哈 就是你要是在医保里的还行 不在医保 很多药在国内 不在医保里 你自己花钱 其实也够呛 而且呢 到底有多大的效果也不好说 如果加拿大呢 你如果能排上 就是从他的医疗条件和医生的这种能力还是很高的 但是 就是太磨了 太慢了 我觉得 最好的方法嘛 就是变得病 保持你身体健康 心态健康 变麻烦人家了 这是我的想法 我不麻烦医生了 我自己给自己看吧 基本情况就是这样 在加拿大呢 你说好也还有它的好处 但是呢 说不好呢 也确实是 但是跟哪儿一样 跟啥变得病嘛 没啥变没钱 今天呢 就简短的给大家说一下医疗 医疗这个我研究得不多 因为我自认为我身体一直还算不错嘛 虽然 岁数大了 时常有点小毛病 那今天呢 就讲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 我是老大 再见